历秋后必喝的 八道 营养汤 最后一道真的太好喝了 第一道 三针海味一箩 不如秋天萝卜汤 秋天干燥特别容易上火 所以我每周都会得家人做五次这个汤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养 萝卜去皮留着备用 然后把它先切成丝 再切成片 锅中油热 加入萝卜丝炒至断生 再盛出备用 四个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切成小块 有条件的一次性加满开水 煮个两分钟 不知不觉 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了 你一直没给过小红星 上个视频实在是太惨了 今天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大家 然后下入萝卜丝 调味止放盐和胡椒粉 这样做的萝卜鸡蛋汤 汤鲜味美又营养 暖身又暖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二道 很多人应该没有吃过 铜骨云豆海带头汤吧 味道非常的鲜美 营养丰富 待人孩子都爱富 云豆也提前一晚上泡好 砂锅中放超好水的铜骨 海带头 泡好的云豆 几片老浆 加入清水没过食材 中小火炖的90分钟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很浓郁很香啊 真的特别好喝 您一定要试试 第三道 切记炖鸡汤千万不要乱放 必须加三样料就行 汤鲜味美 关键还没有腥味 首先剁好的鸡块 放盐和白醋浸泡个五分钟 能够快速地泡出里面的脏东西 白醋能够去腥 同时还能够软化肉质 这个时候 你张大嘴巴看看 是不是非常的脏 在清洗干净 我每天的分享一道家常菜 点个关注吧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加葱姜去腥 放几粒山楂片去油腻 还能减少炖子时间 开水一定要一次性加满 才是汤鲜味美的关键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59分钟 最后加泡好的银矮和木矮 调味加盐 枸杞和葱花即可 这样炖出来的鸡汤 汤鲜味美 八丈远都能闷到香味 你也做起来吧 第四道 今天这个海带头炖羊腿汤 真的清甜又鲜糯 非常的好喝 今天的午餐 这一碗汤就饱病了 先把羊腿下锅 倒入我家自然水 放去新三件套 等水烧开后 打去浮沫 羊肉在锅里洗一下 就很干净了 把羊肉倒入电饭锅 一点点海带 就可以泡发出很多 再把泡发好的海带头放进去 加入两片生姜蒸香去腥 再倒入适量的开水 一定要加开水哈 炖出来的汤 更鲜一点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回一个小时左右 加一点盐和胡椒粉 撒上香菜 这样一碗汤真的没有一点负担 炖出来的汤 很鲜肥 第五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季节 一定要给孩子多喝这个汤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养 记得搜查哦 丝瓜去皮后 切成滚刀块 一定要用盐水给它泡一泡 这样丝瓜就不会变色发黑 油热下入三个母鸡蛋 开小火给它煎至八面金黄 然后切成孩子嘴巴大小的块 下入丝瓜 把丝瓜炒至断生 每天分享做菜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关注 下次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随时都能找得到我 再倒入鸡蛋 加入滚烫的开水 才能锁住营养 大火煮个两分钟 调味放盐鸡精 一勺虾皮提鲜 撒上点枸杞 继续煮一分钟即可 汤鲜味美 简单又好喝 你也做起来吧 第六道 海带头炖的汤 清甜鲜弄 营养丰富 但是很多人都没喝过 用温水浸泡30分钟 它是自然晒干的油点沙 要多清洗几次 砂锅中加超过水的排骨 泡好的海带头 几片老浆 适量清水没过食材 水开小火炖30分钟 炖好加冬瓜 继续炖20分钟 出锅前加少许盐 葱花枸杞 汤鲜味美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喜欢就试试吧 第七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季节 一定要给孩子多喝这个汤 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领养 首先把去皮的钢铁山药 用刀给它拍碎 再剁成小丁 放一大勺面粉 搅拌成这种颗粒状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液 快速的滑熟炒散 盛出备用 锅流底油放通酱末 炒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鼓励一下我吧 非常的感谢 炒出汤之后 倒入一碗清水 水开倒入三药丁 煮个三分钟 倒入鸡蛋碎 和一把小青菜 调味加盐鸡精 少许生抽 香油 搅拌均匀即可 汤鲜味美 简单又好喝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聪明的妈妈 会经常做这个海带头排骨汤 给孩子喝 营养丰富 口感清甜又鲜糯 首先排骨冷水下锅 放几片姜和料酒去腥 焯水后捞出洗劲 然后转入锅中 放入泡好的海带头 我用的是这个霞脯的海带头 一斤可以泡发七八斤左右 每次只要抓上一小把 泡发半小时 就可以泡发一大盆 一条海带就一个头 也是海带最肥厚的地方 再放入提前泡好的黄豆 几片老姜 一次性加满清水 扣盖煮开后 转小火慢炖40分钟 最后放少许盐调味 撒上葱花即可 这样炖出来的海带头排骨汤 清甜又软糯 老人小孩都爱喝